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玩具点 我是33 HT阿索卡这个系列 目前一共是出了13款玩具 其中像新的阿索卡还有安将军 看着都是非常不错 今天呢咱们先来看看 这个系列的第一款角色 元帅索隆 索隆这个角色最早是 《星战小说》作品里的一个角色 迪士尼接手以后呢 是先把索隆安排到了 反叛军的动画剧集里 然后在阿索卡里 是第一次以真人的形象出现 从文字到大荧幕 索隆也绝对算是一位人气角色了 首先玩具的包装 风格呢依旧是黑色包装 配角色照片的星战风格 里面还是有一张官图的卡板 盒子里的内容物 有主体、手型、手枪、控制面板 一个尖兴剑的全息图像 还有地台支架 主体方面 首先这款身高呢是32厘米左右 算是比较高的一个 因为角色的这个肤色很特殊 所以HT把素体的颜色 也是做成了这个蓝色的效果 索隆在剧里的身材除了高 就是上半身呢显得稍微有点发福 HD是在服装的腹部这一圈下面 加了一层比较厚的软填充 来还原角色的身材 然后大腿后面这里呢 也稍微的有一点 服装的造型比较简单 就是一套白色的军装 材质感觉像是绵的 板形和贴合度都很不错 尤其是上半身 像肩膀位置呢 都是挺合身的 下面这里还加了造型铁丝 面料的细节上 就是有这种走线弄出来的造型 像肩膀这个位置呢 是挺明显的 还有就是玩具 对这两个像补丁一样的位置 也做出了还原 因为最早兴战对帝国人员的服装设计呢 都是参考的德军制服 所以裤子大腿这里 也是像德军二战时期的制服一样 是有一个特别宽松的外观 薄领上的这两个播放暂停图案 都是印花的 胸口的军衔 还有肩上的两个金色装饰 都是塑料独立分件 不能拆卸 这里HT是专门做了两个小口袋 然后呢 咱们可以把这四个像钢笔一样的解码器插进去 还原完整的造型 这四个都是金属色的涂装 然后上面这里呢 还有棕色的小卡子 设定上 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高级员工卡 在进不同房间 或者操作加密 激活信息的时候用的东西 腰带 枪套还有靴子都是仿皮革材质的 这也是星战系列的老传统了 像这种服装 HT很少给星战角色用软胶的材质 腰带除了中间有一个独立分件的腰带扣和带磁吸的枪套 还有就是HT还原了下面的这些钩子 而且用的还是金属材质 靴子的做工也不错 仿皮革的面料很薄 上面的这些缝合处理呢 也都是真的 从这个头雕也能看得出 阿索卡系列的水平呢 应该会是比较稳的 开模上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了 对脸上的皱纹 包括皮肤松弛 弄出来的这个像双下巴的样子 都有比较细节的还原 发丝的效果也很不错 还有就是嘴巴 HT也是做出了这个有点像微微一笑的样子 因为皮肤完全就是蓝的 所以也不像一般肤色需要特别多的层次感处理 对比一些截图 这个头的各个角度都是挺像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头有点像T1000 这款呢也是可动眼 加上红黑的眼球 绝对是拿来吓唬七七家小孩的最佳武器之一 配件方面 这款的手型呢 基本上就都是新规的 造型也很多 主体自带一对松弛手和一只持握手 替换的有一对开掌手 一个半开掌手 一个持枪手和一个握拳手 拿平板用的这个手型 还有这对思考造型的都有不错的效果 另外这两个呢 还能组合出一个背手的造型 支架的颜色是一个更深的蓝色效果 武器有一把枪 上半部分呢是挺科幻的 但是下半部分的这个位置就更像是我们现实生活里的枪械造型 除了手持 枪还可以挂在腰上 这个平板的背面呢是一块金色的造型 然后周围是有很多的磨损涂装 正面的造型和官图里的不太一样 大货的这个在左边是多了更多的造型细节 然后右边的按钮分布呢也有变化 中间的屏幕上HD是加上了文字 印刷和颜色都很不错 这个配件整体呢是有很多的磨损效果 算是这款的一个小亮点 最后一个配件就是这个尖兴剑的全息图像 整体呢和其他星战角色里的蓝色全息图像是一个意思 配件整体是半透明的 因为尺寸比较大 所以对战舰上的一些细节呢处理的也都不错 尤其是飞机屁股上的推进装置这一块 下面的这一大块表面是有立体的纹路 要注意的就是飞船和下面连接的这个位置 这里不算太粗 所以要小心一点 然后搭配这个的呢 有一个塑料片 上面是一些雷达的图案 把下面的这个胶纸撕掉 把这个塑料片粘在下面 最后配上这个支架就算完成了 这个地台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还是星战的标准方块地台 可动性方面 头部上台下低侧摆都是接近30度左右 外加360度旋转 手臂平举90度 前举后举都是70度左右 小臂弯曲可以超过90度 躯干这里因为有填充 所以各个角度的活动幅度呢 都不算大 腿部受到酷似造型的影响 侧踢前踢都在45度左右 后踢非常小 小腿弯曲可以超过90度 脚弯上台和左右侧摆呢 有一个小幅度的接地能力 本直就要更小一点 总结一下 这款锁龙乍一看 好像是比较平淡的一款 不过这个头雕 新规手型 服装还有平板之类的小配件 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有的时候确实不得不感叹 星战确实是香啊 像这种军官角色 比如塔金 之前出过的几个价格 都是起飞到离谱 这款锁龙的整体素质很不错 不知道等这个系列全部出货以后 这款的价格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呢 那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我是33 别忘了玩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咱们下期再聊